好,現在要講的是有機化合物的檢驗 第一個是檢驗有機化合物 燒完會有二氧化碳,為什麼? 有機化合物是含碳的化合物嘛,碳燒出來會有二氧化碳 怎麼檢驗二氧化碳? 投入澄清會有白色混濁,白色沉澱 然後跟氧化銅供熱,這是我們教過的 有機飼料跟氧化銅供熱 會產生水跟二氧化碳 因為產生二氧化碳,所以證明有碳 然後甘6,我們也教過甘6 最後出來產物有個黑色的碳,焦碳 所以甘6會產生碳 甘6這個實驗是重點,要注意的 OK,就是我們都可以知道 這些有碳,然後燒出來會有二氧化碳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檢驗有機化合物 然後怎麼檢驗澱粉? 甘文老師教過,李華老師再教一遍再考一遍 黃核色點液,碰到澱粉會成藍黑色深藍色 點液是點溶與點化鉀 點酒是點溶與酒精 它會變色,用國中的程度說是因為有點的關係 所以要有點,所以點溶可以 點酒也可以,但是拿點化鉀不可以 因為點化鉀水溶液裡面是點離子,不是點 所以不能夠拿點化鉀水溶液去檢驗澱粉 可是可以用點酒可以用點液 就是背下來黃核色會變成深藍色藍黑色 甘文老師教過,再教一遍再考一遍 一個叫做檢驗澱粉 另外一個叫檢驗葡萄糖 叫本氏液,本氏液是藍色的 所以碰到葡萄糖你可能會寫黃色或者是綠色 它基本上會偏紅,紅成黃綠藍 越偏紅表示葡萄糖的量越多 葡萄糖的量越多 所以它有可能會寫的是紅色 葡萄糖很多 所以叫做檢驗葡萄糖 這兩個都是生物老師教過 以後老師再教一遍,再考一遍 結果背好就對了 背好就對了 蛋白質的檢驗方式 有一些已經不教了,看一看就好了 加熱會凝固變白 這個煮過蛋就曉得嘛 蛋白的蛋煮一煮就會變成白色的 然後凝固起來的 所以你有做過的,有煮過菜的就知道了 然後加硝酸,這看一看就好了 這個現在也不太教了 以前就是那種 不是那麼愛考,現在更不會考 就看一看欣賞一下就好 然後加硫酸酮跟他一樣 但是加硝酸有件事要知道就是 他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有硝酸蛋白酸,黃色蛋白酸 這個要比較知道 後面怎麼加過量氨水呢就算了 就算了 加硫酸酮也看一看就好 再來就是我們有個檢驗意料的 國中教你的是破壞性檢驗拿來燒一燒的 你就要記得燃燒的結果狀況 植物是就是 植物性的纖維就是纖維素 然後我們造的紙,紙張也是植物纖維,纖維素 所以燒植物性纖維的結果跟燒紙的結果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多的灰燼啊,什麼樣子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 也沒什麼氣味 動物性纖維是蛋白質 你的頭髮就是蛋白質 所以燒動物性纖維的結果跟你燒頭髮 燒羽毛的結果一樣 第一個會有臭味 是因為有鞍的生成 它同時會捲去會Q毛 那個就是燙頭髮的結果 女生燙頭髮頭髮卷起來 所以他說像燒頭髮燒羽毛一樣 另外一個是燒所謂的合成纖維 塑膠的合成纖維 它會融化末端成小球 這是它的重點 就是它融化末端成小球 這是它的重點 這就是我們檢驗有機化的一些方法 就是請你把它該背的背起來就對了 OK嗎 OK 接下來看一些題目 他說哪一個可以檢視有澱粉 澱粉的檢驗靠誰啊 點1點9嘛 然後呢 會變成深藍色藍黑色嘛 前面交過了 我們是用點1來檢驗澱粉 黃河色會變成深藍色或藍黑色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C 簡單 小事情 OK 那請問你這有關於食物的檢驗法 誰是錯的 哪一個是錯誤的檢驗方法 23 23 23 誰是錯誤的檢驗方法 你公上 很簡單 看完就會了 那個我說 那個我說稍微要記住 後面不重要那個 那個 54321 B吧請坐 好 蛋白質碰到硝酸會變成黃色蛋白酸 所以不是綠色的 這個比較知道 什麼後來什麼加過量氨水 加硫酸桶 那個就不用看就算了 不用看了 其他都是我們教過正常的 OK 請問你哪一個知道它是蛋白質 哪一個知道蛋白質 來小女生No.3 B啊 我們選C 你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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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他說B C 他說C 請坐 本是 黃色蛋白質 典液成深藍色式 是澱粉 綠化雅菇變粉紅 就是水 所以是硝酸變成黃色蛋白酸 是蛋白質 所以答案選C 就是簡單的練習 OK